大家好,我是Panic的伯母,歡迎收看XCOMMANDEMO WITHIN 二次抗戦第五集 來到第五集,我們一開始要做的事情就是 還有兩天就完成了,即是過月的 首先我們就要去寫射人造衛星上去 因為射人造衛星在某個國家的頭頂有幾個用途 第一,會即時減低Panic指數兩格 另外就是如果我們覆蓋了某些國家,在過月的時候就會給我們資金 之前我們法國有一個任務就是給他們一個衛星 我希望我之前看回來的情報是對的 即是我將人造衛星射上去頭頂都會當成完成任務 如果完成了就會額外再多200元,完成不了也不會死人 但我們就先試一試 幸好就是法國其實是一個...我們開了一個新經濟 所以以前說有錢國家現在不一定有錢 你看看英國 如果我們覆蓋了英國都只是多50元 法國很好,有110元 射上去 OK,完成了他的任務,另外額外再有200元 問題是如果我們在歐洲頭頂就沒有...我們沒有駐守戰鬥機在歐洲那邊 我們不如將這架... 烏鴉2號,Raven2 就交往歐洲 因為就算是有人做衛星在檢查上面有沒有UFO飛過 都要有戰鬥機才可以射下來 另外現在有200多元的情況下我想先請多三個新人 因為我們剩下的兩位未用過的士兵 那個能力都比較低 雖然我們開了這個Hidden Potential 有機會他們可以很神來之不 下一次升級加很多命中率都不出奇 但是他們... 嗯... 一開始這麼低,首先要他們可以出到去 而不死得才算 那另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呢 我想我們可以起一起... 趁這個時候 反正有錢就早點起一個Satellite Uplink 我們現在還未可以起到Official Training School 因為我們還未有隊員升得超過Squaddy的級數 那Satellite Uplink 這些東西就算多些工程師好像都不會減減 所以我們早點起遲些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早點起可以讓我們早點知道我們現在需要用多少度電 然後剩下三度電的情況下 我們應該很快需要再起發電機 所以我們不如早點在挖地準備用來起發電機 搞完這一切一切就可以看看過月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都有A級 我明明失敗了一個任務 又死了這麼多人 不過死人基本上是不算的 有235元那好吧 你覺得我做得好就做得好 雖然我又不覺得自己已經做得非常差 接下來這個月第一件事會發生就是會有新隊員來到 我們來到的時候可以看看新隊員是什麼料子 快點去看看Barrick這裡 新隊員有一個中國人 有兩個俄羅斯人 中國人 都是55名中率 是的 有個80 Aelixie 救世 Barrick Pawlov Wor Aoga 看! lens receivers 有兩個能力比 proves 用案房,可以說放在一裡 nit 我們儘管看看 我們接下來的任務會是 要對... 一射了人在衛星上 法國頭頂就發現有 UFO 幸好派遣了 烏阿爾號去法國 上空 去歐洲駐守 我打他下來 我們又沒有任務做的了 一炮 兩炮 三炮 三炮都打不到 中了 OK 扣了半行 接著就要派隊員出去打打UFO 我們當然要帶波拉克和唯一支支援 問題是 我們剩下這兩個位置 應該帶什麼人 有隻Heavy中傷 當然要帶 新來這隻能力很高 八十命中率的隊員 另外我們 我們另外這個空位 帶這隻能力不算太高 五十九命中 還是帶多一隻新人出去 但是新人的命中都是很差的 帶回中國女子 阿英 阿英姐 張英 不是做大戲的那個 張英 還是帶歐九 有個同鄉 一大堆 一大堆 看看張英 張英多少 二十九 還衰 那 怎樣呢 還是帶回以前的 Morrison 還是 沒有了 我這樣 懷疑我們的新人 都不是很誠氣候的情況下 我們不如帶多隻阿蘇 起碼多一個 RUN AND GUN 可以跑到人身邊 射中他 而且view比較高 希望他不會那麼容易被敵人嚇怕 有什麼事 還有一件 我們可以做的 我希望 希望 這件事 我們之前研究的 Weapon Fragment 可以做一個scope 提升隊友的命中率 有一位新人的命中率 大概80 那麼高 我們把scope給他 應該有90 那就應該很容易射中人吧 其餘兩位隊友 都是帶回手榴彈 才安全一點 好 問題我們沒有火箭 我們手榴彈要留回來炸 Outsider 一看到他的情況下 連續兩隻手榴彈 丟過去 射不射得中 都沒有所謂 如果跟他搏火的話 就實在太危險了 再一次 我們隊員這麼弱的情況下 不要太刻意去拿那些MEL 那些MEL 經常會引誘你 跑向前 又出事 好 降落 哪一邊是敵人 哪一邊是什麼 嘩 一開始面對著整座山 這麼搞笑 飛機降落在那裡 飛機降落在那裡 我們應該向哪一邊走 我應該是隊友看了這邊 但這邊好像已經到場了 我們可以去爬上山看看嗎 好 找個最遠 但這個 Powlov 是新人 而且命中率高 我不想找他搏 Taylor 你先走 站上全座山 好嗎 不知道 我實在不應該向哪一邊走 這個地圖 比較奇怪 要爬山的話 有高處 即是有 站得高一點 沒有壞 不過爬山 需要頗多的機動力 要走很多移動點數才能上山 這邊沒有東西 不是 不是 這邊都到場了 應該 應該 那些敵人應該在這邊吧 相信 安全起結 不要走那麼遠 人人都有全座山 我們上次站在全座山後面都照樣被人射死 今次希望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 哇 這裡衝到上來完全沒有地方有座山 很危險 那你跟我走前兩步 看看 沒有東西 這棵樹還要完全沒有座山 走上去又不是 怎樣又不是 也沒有辦法可以爬上來這座山 一定要跑這裡 那你玩我嗎 我怎樣可以上到這座山 又要消耗我這麼多移動力 而且上到上面又完全沒有座山 我們一跑要跑上這棵樹 右手邊這棵樹 我已經聽到 但右手邊有外星人 那我們怎樣 嘩 嘩 這麼快有 這麼快有這些會飛的 我忘記叫什麼敵人 是 不是叫做smoker fire 你明明叫什麼敵人 看見他們 Floater 好,這個ikum 我們終於有一次 我們要發射中人 在那裡 因為他...他有全盒?有沒有搞錯? 他不是會飛的嗎?會飛的人為什麼可以拿到全盒? 對呀!真的有高盒的!搞錯呀! 我們應該走過來這裡,他也是有高盒的,有沒有人有RUN AND GUN? 有RUN AND GUN的話,我們走上來上面會不會... 但我怕我走上來這裡會發掘到更多敵人 另外一顆RUN AND GUN的話可以走到哪裡? 問題就是走完上去,周圍就沒有Cover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找一隻沒有RUN AND GUN的嘗試跑上去? 他們剛剛這個回合出來應該不是Overwatch的 我們找一隻...沒有RUN AND GUN的嘗試看看上面是什麼環境 OK!上面好環境的 而且你...這樣也只有54%? 他完全沒有遮掩沒有掩,不過他在飛機 我們先找兩隻RUN AND GUN的跑上去 這隻都是Full Cover的話,我們也不知道怎樣應付好 好嗎?照找這位新人Powlov在下面就這樣射去算數呢? 但在下面被人居高臨下看著就... 而且我一走...這樣RUN AND GUN走上來這裡 走前兩步會不會看到更多敵人? 但我覺得都需要一搏 走一隻上來,找一隻比較弱的能力 OK! 58... 都只有58有沒有搞錯? 58就58 果然是... 兜兜兜兜錯了 你走到上來... 你又沒有手榴彈 都是失敗了 那當然 那我Powlov也要跑上來,很明顯 跑上來周圍完全沒有遮掩沒有掩 我兩隻都看到的 其實61...我沒理由走上去之後命中都會比現在差 那這樣算法 問題是這樣,我們這位新人一定要先射死另一隻 若果我走到這裡 OK!兩隻都看到了 70 57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先打這隻70呢? 70% 打不死 那怎麼辦呢? Powlov你都看到他61 41 走上去好還是什麼? 走上去搏一定捨得死其中一隻 但上面就沒有遮掩 或者走到這裡 這裡有遮掩,但會不會看到更多人呢? 都沒有辦法 我寧願你這樣 看到人好過沒有遮掩 對不對? 都是只有65 多於幾個% 至少打死了一隻 問題是慘了 伊雲斯站在無遮掩的情況下 你會不會逃走? 你會怕死? 你只有一滴血怕死吧 不如 OK!你飛走了 但會不會回馬槍? 好在 那隻 沒遮掩沒遮掩的 看不到它 有沒有看到 有什麼理由這樣都看不到 反而下面這隻 看得到它 這樣也好 70% 換手槍仔 省一下子彈 呃...先射吧,趁他飛到這麼高 而且我們命中率是全隊最高的 解決第一批敵人,很辛苦 下面我們也有Mail 我們應該可以嘗試... 但周圍完全沒有什麼Cover 一下子衝上來,會不會遇到更多敵人 那我不如找你稍微移前一點 這裡有全Cover 稍微移前一點 這格鬥應該看不到人 一位RELO 還是還有FLOATER 這個聲音應該是FINMAN 不是FLOATER 好,找一隻命中率較低的 走上來,四個TURN 應該有機會拿到Mail 但不要太拼命 那POWLOF呢? POWLOF就...當然要跟我... 有這麼快衝,快衝上來 接著POWLOC有機會的話 我想你RELOAD 不可以... 如果那個衝上去就沒有機會RELOAD 那你RELOAD 那POW... POWLOC POWLOC 手上這個有FLOATER的地方比較重要 OK,看不到 Overwatch 嘩,幹什麼幹什麼 摸屎摸到畫面邊 搞到...走過去 那邊來 自己飛出來吧 自己飛出來給我射吧 麻煩 這樣我們是否應該找你退上來 但退上來就... 一上就上到最前 問題是沒有機會射人 OK 這樣就可以退上去FLOATER的位置 然後EVENS上來 FLOATER POWLOC 我們應該站在這裡 HALFLOATER 還是... 嘗試下來這裡 這裡有FLOATER 雖然矮了 但是不是有好處呢? 應該都OK RELOAD 你們就Overwatch 我們要好好保護著我們這些... 有前途的新人 八十命中率 接著...繼續讓位置出來給我 可不可以一次過走到這裡 我覺得這樣應該會看到敵人 還是我們可以叫POWLOC 走前一點 都沒看到 那我就嘗試叫你...應該會看到敵人 我們希望不是這麼快看到Outsider OK 太好了 有FLOATER 又拿到MEL 又見不到敵人 這樣大家繼續努力衝進去這裡 有FLOATER的位置 我們剛才聽到這邊有聲音 那我站這邊是不是比較安全 站在這棵樹後面 那邊看過來的話 Over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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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下面POWLOC的位置沒有FLOATER 我都擔心 其實... 那邊有MEL 但我們不要貪心 其實... 這隻飛船都打得很爛 我剛才看到 好像 我們可以嘗試 哪裡有FLOATER 這裡有FLOATER 走下來這邊看見不見有敵人 看不到 這樣就... 但我們這邊走過來也沒有什麼位置有FLOATER 我們... 我們... 走來這一格 然後叫POWLOC衝進去... HALF COVER 都頂住 因為我想他站前一點 如果不是他一直站得那麼後 看不到敵人 都是打不中的 是不是只是這裡來 喂... 不是... 後面走... 嘩... 整隊FLOATER 還有一些高位... 慘了... 高位他們... 命中率這麼高呢... 哎呀... 可不可以跟我Overwatch射死他們啊... 射減一隻啊... 他們會跑去哪裡啊... OK... 再來一個Overwatch射死他們 三隻FLOATER 而且拿了Cover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丟一個手榴彈呢... 如果不是真的很難射中他啊... 我們最高命中率這隻... 射到只有50 這些... 這些... 還要整個都被人FLOATER 我們應該先躲起來吧 還是應該衝過去 然後丟手榴彈呢... 若果你... Taylor 先走過去 丟手榴彈呢... 就... 他站在這裡都可以炸死這隻 但是炸死一隻沒有什麼位 如果這樣我們有哪個位置好站啊... 走到這裡 然後丟手榴彈 應該都佔了三隻 我們有RUN AND GUN 有沒有誰有手榴彈 而沒有RUN AND GUN 不是啊... 有手榴彈那兩個都有RUN AND GUN 如果我們可以RUN AND GUN 到去... 我們... 這個是誰呢... 波勒RUN AND GUN 到的話應該可以打死這隻的 起碼 然後另外... POWLOV呢... 只有50% 走前一點 來這裡呢... 我覺得都不會多得太多 問題是那個POWLOC走到上來這裡跟我玩 玩硬硬射死一隻的話 另外一隻怎麼辦呢? 另外那隻... 就算Taylor可以... Taylor也可以... Taylor也可以RUN AND GUN Taylor可以RUN AND GUN 到你後面射去 那就不是這麼說法了 應該可以射死兩隻 再之後呢... 就要搏... 嗯... 伊雲斯和POWLOV 是可以解決最近這一隻 伊雲斯就比較慢一點 我們要找一個位置呢... 就算是... 伊雲斯和POWLOV兩個都沒有手榴彈 最大問題是... 還是我們應該嘗試找POWLOV和伊雲斯 看看射不射死這一隻 才去決定我們下一步怎麼做呢? 我想應該要這樣 這樣... 這樣... 拋下來這裡先 56... 命中率高了一點點 OK... 這樣就不敢說法了 全城最高命中率是你 好... 我們RUN AND GUN 要確保... 等一下... 不要走到毒那邊 要小心 那我要分開兩步走會安全一點 第一步就是這裡 然後... 然後... 然後走來... 保持一定距離 因為他們死了會爆這些毒煙出來的 就... 走來這裡flank你 都只有82% 82%但是100% crit 中了一位一定能打到4敵 我看了去哪裏 看認清你的目標 OK... 接著呢... 就輪到POWLOV POWLOV要怎樣跑才不會中毒 在這裡... 周圍都是毒的 老闆 我想我站到這裡都可以朋友 我看見到他了 他現在躲在哪裏呢? 他躲在... 對... 這棵樹... 右手邊我站到這裡都... OK... RUN AND GUN 難得你們... 我們開了這個ABSALUT CRIT的情況下 即是flank人會100% crit 我們好好利用flank人的話 其實用assault是很好的 因為他們RUN AND GUN可以跑得特別遠 嘩...多怕你射不中 有幾顆子彈射了 不知道去哪裏呢 嚇得我啊 那...大家可以... 冷靜一點 多殺一隊 Overwatch 可能還會有一至兩隊敵人 看來... 我們可以拖慢一點 拿不到另外那個... MEL就拿不到 因為我們最重要呢 是等個溫靈跟CUDAN 又需要兩個回合 接著... POWLOV可以走過來這邊 這裡只有HALF COVER 那好吧...我們先走到FUL COVER位置 陳記 Reload 好...另外TAYLOR也應該需要回落 這裡... 這裡... 這個飛船炸到爛了 看到... 那... 裡面... 這個聲音應該是Outsider的聲音 但我覺得除了... 喔...已經失敗了 另外那瓶MEL已經... 不就算了 我們... 不死... 已經是一個... 好事來的 我們不要強求MEL 我們還沒用手榴彈的 希望那隻Outsider站在... 唉唷... 這麼快就超過了 希望那隻Outsider站在那個... 自己的小小小小小天地裡面 就... 不要這麼快讓我看到 HALF COVER也頂住 HALF COVER... 沒看到敵人之前應該不用HUNKER DOWN 看到敵人之後呢 我想就是HUNKER DOWN會比較安全 你走過來吧 你沒有一個位置可以... 可以... 可以... 跑得到... 一步路情況下 跑到有Cover 是不是剩下什麼... 是不是這麼快剩下... Outsider 真的這麼順利? 嘩... 這裡也跑到有Cover 我覺得我應該把隊友... 走近一點點上來 但是... 稍微再走多一點點看清楚... 是不是真的... 這麼正... 這麼快沒有敵人... 還是剩下一個Outsider才好呢? 你... 我... 我三個人Overwatch完... 你都... 還沒跑到上去... 這麼... 動作這麼慢呢? 可能是剩下一個Outsider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要確保我們... 大手榴彈的兩位隊友... 是站在前面的... 首先Taylor上來... 還沒看到...非常好... 兩隻大手榴彈的兄弟... 和我... 站在前面... 一發現他... 就確保... 那個回合... 希望可以衝出去... 就... 炸死他... 這個... 讓我看得到的... 還是會不會還有一批台仔在陪伴他們呢? 我都不肯定了... 好... 既然是這樣... 再稍微走過一點點看清楚... 沒有了... 那我... 我猜... 那些外星人... 是在... 是剩下Outsider了... 真的只有這麼少? 真的只有... 只有兩隊... 只有兩隊... 普通的外星人? 比較少見... 我想說... 你有沒有... 哎呀... 不夠移動速度... 一下子走下去... 不要緊... 前面兩位... Overwatch... 應該都OK... 來來去去都... 那裡有聲音... 那我想是... 應該真的剩下他了... OK... 那... 只剩下他... 還是要走過去的... 會不會有這個人呢... 突然之間... 好... 另外兩位隊友快點下來... 跑過來... 支援... 不是...Overwatch... 我叫你... 按得太快... 不好意思... 沒有啦... 真的沒有其他... 沒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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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我們就進去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欸... 手榴彈隊員先走... 我們可不可以裝模型地繞另外一邊... 出事就不要啦... 留一隻在外面... 看著我們的後尾枕... 依然是那個方向... 說很多外語... 因為在這一代... 好像... 教了一些人... 說回他的... 就是... 土生土長的那個話... 就... 就... 對啦... 哪個國籍的隊員就會說回那個話... 那就... 所以... 會說了很多奇怪的外語... 但是... 不要展望... 有些... 例如中國人會說中文... 只是會說一些... 口音比較重的英文... 應該是... 或者一些南美啊... 或者一些北歐國家那些人... 都可能會說一些口音比較重的英文... 這裡... 看到一隻歐沙達人... 再開門... 手榴彈的隊友在這裡... 還有這裡... 那就... 開門啦... OK... 歐沙達人... 他應該會... 我想我們有run and gun都已經OK... 對了... 什麼... 有個外星人的... 呃... 飛行電腦... 希望我們不要打爛他... 嘩... 我們... 如果run and gun是可以的... 我們當然要給機會... 破了... 其實我們未必需要run and gun... 你是伊文斯來的... 為什麼會是... 還有... 對了... 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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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都應該可以打爛他了... 除非裡面一陣子... 因為我想留下手榴彈的裡面... 真的還有雙塞台在這裡... 起碼都可以多個手榴彈做些事情... 所以... 找個平衡率高的... 兜後兜面對著你... 100%攻擊... 還不死? 真的不死的... 攻擊了都是打4的... 有沒有搞錯... 我的槍... 那... 那就給破掉了... 是不是應該... run and gun... 應該看清楚這裡沒有敵人的... 不要跟我說... 走過來之後... 原來這裡有敵人... 我這格也在攻擊你... 走過來這格的話... 是不是應該站那麼遠呢... 是不是應該站近一點... 沒錯... 只有90%... 真是... 笑好還是哭好了... OK... 這一集... 比較輕鬆一點... 只有六隻外星人... 雖然剛才面對一大抽的... 都已經沒有設置台了... 電腦已經出了Floater了... 那麼... 那麼兇的... 第二個月就... 已經派到Floater出來... OK...升級... Sniper... Sniper... 我們有Sniper了... 之前也有的... 不過死了... 而已... 加了三點名租率... 不是很高... 但是八十三點名租率... 都應該夠用... 哇... 波拉尼... 現在升了上來之後... 咦... 哇... 我們第一次面對... 這個所謂... 那個是什麼... Training Roulette... 我們這些技能... 是完全亂來的... 這隻Assort呢... 得到... Opportunity... 平時Assort的話呢... 應該是用Technical Sense... 以及... 另一招是... 呃... Bring It On... 總之是... 一招進攻... 進攻型的... 相反的技能啦... 還是... 不是... 再來才是... Lighting Reflex... 那麼問題現在呢... Opportunities呢... 其實是屬於... 呃... 追擊手的技能來的... 令到他做Reaction Sword的時候呢... 都可以...呃... Crit... 和... 不會有個... 命中率的... Penalty... 的... 減低了... 那我想... 在這個情況下... 兩個... 即是... 你做一下Sort... 我們都會多些找你出去開槍的... 而且你命中率那麼高... 都不是站定定在做Reaction Sword的啦... 所以呢... 應該要用Tactical Sense... 每見到一個敵人... 加多5點防禦力... 希望有助你...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射中... 不是很大幫助啦... 這招若果是... 即是... 即是... 我們其實有幾招很需要的... 呃... Nightning Reflex啦... 或者若果是Sniper的話... 快點有Squad Sight啦... 但是... 很害怕啊... 我們不一定會拿到Squad Sight的... 開了... 我現在這個特別的玩法的情況... 因為... 那些技能呢... 不一定跟回你原有的職業呢... 就會學到回來的... 拿到... 10個MEL... 100個MEL... 我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 有人升了上去... Copro... 好像要升到Lieutenant才可以起什麼... 是不是... 沒錯啦... 我想是要升到上Lieutenant... 再升一級才可以起Office Training School... 現在還是... 不可以起到... 阿Dr.J在那邊說... 阿... 阿... 他是不是看到一隻Floater... 因為... 那些Floater因為... 半生物半機械... 所以... 有感而發... 我們究竟... 願意... 犧牲多少我們的人性呢... 用這些外星的科技去幫助我們呢... 會不會... 報這些外星人後陳呢... 在想這些事情... 博士... 好啦... 雖然這個任務比較容易... 但是比較可惜... 就是我們... 不是... 就是... 不是Abduction Site的任務呢... 拿不到Engineer... 所以我們再來建設定器 依然會比較貴 我們再檢查幾天 我們要在9號左右再建設人做衛星 3 6 7 8 再來一個 Abduction Site 我們看來這裡 我們去澳洲 美國和阿根廷 去美國就會拿到人做衛星 但我們是不是有必要去澳洲呢? 先看看情況 澳洲再不去的話就會爆指數 美國不去的話就不用爆 阿根廷和巴西狀態非常好 不用理會去 我們可以選擇幾樣東西 要不就去澳洲 因為如果澳洲不去的話澳洲爆兩格 印度和中國爆一格 我們會有兩個國家見紅 還有呢 應該這樣看吧 因為我們已經有亞洲區這個 這個bonus 我們就算有得亞洲這個國家死去 或者退出XCOM 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如果我們保住美國的話 就比較容易拿這個Air&Space 這個bonus 但Air&Space又不算很重要 我們是美國阿根廷和澳洲 美國可以拿人做衛星 但是我們另一個想法呢 就是我們去做美國 確保在北美這裏 這些衛星指數沒有爆 然後就射人做衛星上去 中國和澳洲救回它 但是很無謂的 因為我們已經有亞洲區這個bonus 我們再射人做衛星上亞洲的國家 其實幫助就不大 除非我們很想再拿Engineer 所以其實比較好的計劃 其實我們去打澳洲 然後就 確保亞洲區這裏 那些Panic指數不上升 然後月尾 就射人做衛星上去救回北美 但是亞洲區其實 中國有 中國給我150元 真的大國崛起的 如果射人做衛星上 中國會有150元 很多 但是我們覆蓋 覆蓋 更加多的國家 又很重要 真的幾兩難 我想我們去打澳洲 然後射人做衛星上 上北美 因為加拿大也有120元 也不錯 那麼 比較不好的 我們… 哎呀但我們… 要看看這件事先 我們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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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啊啊 我們在Uplink需要 我們在Satellite Uplink需要 Engineer 在衛星是不需要的 那麼我們也是時候 要做多… 其實我們可以做三個人 做衛星出來的 不過想… 我想我想… 我們接下來下個月 可以射到三個人上去 咦?我們射到三個人上去的話 哇 可能可以一夜… 就拿了非洲 或者一夜拿了南美 我想我們可以嘗試一夜拿了南美 接著拿了南美的BONUS 先 如果做三個的話 錢我們不是沒有 但是… 弄完之後呢… 嗯… 弄完之後… 我們… 又不是這樣看 因為如果我們一夜射三個上去的話 可以覆蓋完南美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人做衛星 就用來救某一個… 我想到月尾都需要有個國家 現在需要備救了 但是錢呢… 就會沒什麼剩下 但我們還沒賣東西 我們可以賣減些東西 拿回錢的嘛 我想我們可以拼命一點 一夜起三個先 應該OK的 雖然貴就貴一點 我們現在工程師的數量不太多 對啦… 接著呢… 我們可以順便賣減這些… 爛了的… 呃… 能源和爛了的電腦 就一定賣的了 另外呢… 呃… 未壞的都可以賣的 簡直是四十元 那麽多 或者Zack台死屍呢… 呃… 我們雖然未研究 但都可以賣 即是我們一需要錢 就可以賣減些東西的 好啦… 暫時是這樣算 接著我們呢… 就應該要去打打澳洲 拿科學家 雖然不是一個最好的… 狀況 應該我們每次打到任務 都是最難的 那些的 今次就easy呀… moderate呀… 和difficult 就沒有very difficult 但都是三個裡面 最難的那個 我也是叫做… 即… 我的命就是這樣 真的越強越強 一定要